歡迎繼續收看大話新聞 今天國民黨是跟 是不是要二合一 由中選會已經決定 說要分開選 所以他把這個動作是說 這是在土地謝長田 所以這是變成他 這個要中選會 這個制度改變 最重大的藉口 是這樣 但是我們也要說 即便有一天 馬英九選上總統 中選會也是叫法律來 上面有說叫法律來 請大家看 今天中選會的這個 公職人員選法法裡面規定 中選會是隸屬行政院 致委員若干人 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派衝之 並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 其組織令以法律定之 我要說的是 法律是這樣規定 他現在一定要跟伊政黨比例 你看這樣看有法嗎 各位 現在還沒選到 現在還沒選到 不知道 但是你要改變二合一 今天王金平也說 他說明年1月12號合併 舉行總統與立委選舉 王金平今天說 以實誠來看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 實誠來看也不可能 所以我要說是 國民黨這樣改變到底 有道理還是沒道理 我說國民黨是很趣的 他本來是要二合一 是 那民進黨多數是不要二合一 那民進黨誰要二合一 尤錫昆 尤錫昆他認為 黨主席他分析 他是說服陳水扁總統 然後慢慢這樣說服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所以當本來國民黨要二合一 發現民進黨也要二合一的時候 國民黨有說民進黨要二合一 要太想聽他們的得力 好像說得過去 要用所謂的提高投票率 然後來稀釋這種買票的 這種有效性 所以變成說民進黨 選立委也有力 選總統也有力 所以他開始對於二合一 表示辭疑 甚至內部都有這種聲音出來 內部什麼聲音 就是說把選舉分開 立委選舉分開 國民黨立委一定贏 對不對 因為這11席 一定是免費贈送 11席就贏了這11席之後 民進黨怎麼拚不可能過拚 所以你想當立法委員藍軍過半之後 接下來那個氣勢就不一樣 就可以贏總統 內部有這種聲音 但是當民進黨現在確定 葛中全會確定說不要二合一的時候 他發現你不要二合一 我就要二合一 你看看國民黨這種前後配合的變化 國民黨要的二合一跟黨產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有關係 當然是有 這是很嚴重 你來說節省資本是節省誰的資本 是節省國家的資本 還是節省國民黨的資本 其實我們看 其實恐怕也是節省國 除了節省國家資本 也是節省國民黨的資本 所以我保障這台最恐怖 就是國民黨因為中全會是聽民進黨 尤其是聽謝長廷這個好選人的機會 所以不需要二合一 他還可以這樣說 你沒有政治這樣 大正民這項問題 所以因為中全會不公平 所以他們要堅持在二合一 說中全會是謝長廷的競選總部 他有說沒看謝長廷 趙淑是國民黨也是青年總推薦 趙淑淑就說 他就說他反對二合一 他說二合一讓會什麼成本 然後兩個新舊總統的銜接期 四個月太長 這是藍軍的趙淑淑大家說的 所以中全會很明顯的 在決定這個事情 是獨立行使之選的一組 怎麼會獨立民進黨 我再說一點 謝長廷從頭到尾 幾次他在說要不要二合一的時候 他只說出一個 任何一個選舉 絕對沒有全部對你有利的 一定是有利有弊 所以謝長廷說 既然有利有弊 為了我一個 我們立委這麼多 他說他沒意見 立委怎麼決定 尊重 所以當時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就有很多人做挑戰的結果 是補一要二合一 補一要二合一 現在民進黨當然 黨團裡面還會翻證 所以委以前翻證 現在變二合一的人要比較多 所以這點整個過程是這樣 但不管如何是沒辦法改 因為實成沒改 事情的重要性 第二重要性就是說 兩千空五年的三合一 那時候多少口音進來說 那都抓不到 但是會選太嚴重了 那時候三合一是什麼 是縣市長 憲議員 鄉鎮市長 是這樣 這時候選舉是這樣出來 不可能還沒記 兩千年張朝全走去美國 對啊 張朝全是替總統買票的 替連錢 替連錢買票的 OK 所以總統代算有可能買票嗎 有 二合一是不是對國民黨真的比較有利 其實剛才討論二合一 都想到國民黨買衣送衣 生活節省資源 其實我最終想到 馬英九的官司 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我們照時間來算 一心如果九月算盤對不對 二心可能三萬 都會有給我們 得到國民党 打成勞 這邊 打麻煩 那些都已經先從 禁止到國民党 對國民党 搶寄 我們 來 我們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